海湾蓝配色 增添年轻感 还有升降电动尾翼 小米汽车全新纯电轿跑 选在自家发表会当天亮相 小米执行长雷军霸气喊出 要在二十年内成为全球前五大车厂 自产超级引擎 号称打破全球性能巅峰 转速可达二点七二万RPM 采用耐受度高的硅缸 让效率飙升百分之五十 将在二零二五年量产 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今年的渗透率 从年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已经上升到将近百分之四十 以特斯坦来讲 我觉得它走得比较前面 它现在已经具备了 全球电动车的规格的制定权 跟定价的话语权 美中电动车角力战持续 看看今年第三季 特斯拉全球交付量四十三点五万辆 对手比亚迪 只少了三千四百多辆 不过市场还出现另一大挑战 十二月二十八日 电池及碳酸锂 下跌一千五百元 均价报十点一零万元 每吨 电池及碳酸锂 去年十一月曾飙到每吨六十万人民币 短短一年雪崩市下滑超过八成 显示电动车市场需求明显放缓 具有研究机构预估 明年碳酸锂预计产出一百三十二点三万吨 同年总需求不到一百一十九万吨 供应明显过剩 全球电动车售价有望 因此跳降 三地新闻输光和一丽亭综合报道